AI领域的下一个战场在哪里呢 今天带您一块来看 嗨 大家好 我是志玉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未来的科技趋势 大家还记得吗 电动车出来的时候 Tesla出来的时候 哇 那是一番什么样的一个荣景啊 然后呢 过了两年 你看到前两年看到夯AI 哇 AI不得了了 然后接下来呢 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的 下一个战场在哪里 下一个战场机器人 机器人呢 哇 这是不得了喔 那你说为什么是机器人呢 我们就带您来看看 现在各大企业各自布局如何 各个国家现在进展如何 我们先来看Tesla 大家都公认嘛 大家觉得伊隆马斯克应该是个外星人 对不对 他的眼光非常的精准 然后他发明的东西呢 都很像科幻电影当中的 好 那最早呢 发现了他的一个这个电动车之后呢 哇 引领风骚 现在大家都做电动车 他都做书中国了对不对 但没有关系 伊隆马斯克告诉你 电动车 哎呀 那只是我一个小小试金石而已 接下来他说 接下来的世代要做机器人 大家还记得吗 他不就是推出了一个他的机器人吗 他机器人叫做Optimus 这个人形机器人呢 他讲以后就会变成你家里面的管家 然后呢 他说未来他的机器人大军呢 将会进到家家户户 而且呢 会比他现在的汽车行业要更赚钱 他说他的机器人业务呢 将会超越他的汽车业务 好 当然讲这些话呢 就是要掩盖一下 他最近财报很难看了 他最近呢 这个营收年减啊 十年新低啊 以前大家觉得Tesla 他的一个这个净利很高啊 毛利很高啊 现在呢也都哇不得了 然后这个锐减锐减 获利下滑了百分之五十五 很恐怖的数字 然后呢 全世界裁员一成以上啊 这一些都不重要 伊隆马斯克告诉你 我的未来在机器人 好 那提到这个机器人呢 我们就带你来看看 其实呢 你要说什么人形机器人 其实呃 讲白了 现在其实在很多的一些工业的产线上头 就叫做工业机器人嘛 呃 你要说狭义到工这个机器手臂啊 只有一只手啊 那也是一个机器人啊 只是呢 现在这个马斯克把他做出来 像一个人一样的人形机器人 好 那我们看到在中国 特别刚刚提到了很多企业在发展 那中国 大家还记得 呃 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最近不是讲了一个叫新职生产力吗 其实新职生产力当中啊 也有一环先进制造 指的也是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 呃 中国的工业机器人 其实发展的很早啊 到目前为止呢 工业机器人的装机率啊 中国呢 是占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啊 所以发展的又很快了啊 这个西方国家又要紧张了啊 你的电动车已经输给中国了 这个机器人不能输啊 好 那我们来看到在中国发展的状况呢 是很多产线都装上工业机器人 特别是中日合资的一些车厂 像是这个东风本田 他在产线上就有300台的一个机器人了 这个工业机器人就可以做到一些 人做不到的事 为什么现在工业机器人 很多都在车厂里呢 你知道一辆车啊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艺 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汽车工业 就象征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为什么 因为你要能够做那一辆车 哇 这是融合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产业啊 比如说你各种零组件 你的钢铁的技术 你的这个金属啊 你的各种材料 所以大家觉得天啊 如果你这个国家可以做出汽车来 哇 你那国家强国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汽车一辆车大概有2万个零组件 你说靠人去那边弄啊弄啊弄啊很麻烦 所以呢这个车的一个生产线 最适合用工业机器人 最早呢是机器手臂机器手臂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刚提到中日合资的这个厂 他用上的就是机器人 那机器人可以做的呢 就是把那些很重的 一般人很难搬起的一些东西 一些材料就用他来做了 那除了他之外呢 你看BMW BMW现在呢跟加州一家新创公司叫Figure Figure呢也是一个做机器人的公司 那一样呢合作 未来要在BMW的产线当中 也都用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来做到一些人类很困难 人类做很辛苦 或人类做很危险的事情就靠机器人 那讲到这个Figure这家公司啊 哇 来头不小 它是一家加州的新创公司 但是他背后的股东一字排开 站出来吓死你 有谁啊 他背后呢有Amazon 他背后有英特尔 他有徽达 他有微软 大家争相把钱砸给他说 我要投资你 他说不不不我已经钱够了 他说不管我还是要投资 人家就好人家微软嘛 你就好你投你投资 好那所以你看到他们这个 要把这个人型机器人跟AI合体 然后呢一起要发展出未来一个新的AI应用的一个人型机器人 这家Figure公司啊 呃AI的新创公司 大家好好关注他 因为他现在已经实际可以应用了 因为他跟这个BMW合作嘛 然后背后又站的全部都是一些大老级的人物 但是呢其实这些大老级的人物啊每一家人家有钱 有钱就是任性 我知道你做机器人 我就投钱给你 我硬要投资管你要不要 然后呢我也不可能鸡蛋都放在你一个篮子里 所以呢他们只要是有发展机器人的 我就都投资 Amazon投资了哇一字排开好多机器人新创公司 微软也是 然后你看到辉达也是 而且呢辉达在最近他自己的一个GTC开发者大会当中啊 他特别你看到黄仁勋站在台上 除了讲他那个最棒的AI晶片之外呢 最后最后还有压轴好戏呢 一字排开机器人人型机器人站出来 然后呢他就讲了以后的辉达呢 他说AI要应用在机器人上 他特别提到说你不要觉得那机器人很昂贵 他说不会不会 机器人的一个造价呢会比大家预期的来的低 而且他认为呢机器人才是AI应用终极的未来 然后他特别提到了未来的辉达要打造一个 AI机器人的平台 那这个平台呢呃就可以把你的这个机器人呃 他可以经由学习到你家里头帮你管家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你的喜好 然后呢你跟他讲话他会听得懂各种应用 你可以放在辉达的这个机器人的平台当中来用哦 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可以说是几乎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一些科技公司 都把机器人当成是他们下一个战场 现在都已经在卡位 那于是乎你就要问啦 以前呢以前不是老早就有机器人吗 像日本也很喜欢发展机器人啊 那些机器人呢 那还记得最早机器人就是 比较比较慢嘛对吧 好所以你看到最早最早的那个 波士顿动力这家公司他最早做机器人 然后他做的是溢压式的机器人 那就是比较笨重但他比较笨重有一个好处 他可以扛更重的东西 但是呢他就是比较缓慢比较笨重 感觉不像呃现在机器人那种关节很灵巧 那这家公司呢他其实是在2021年啊 他被韩国的现代汽车给买了 买了之后呢你又是车 车买他干嘛一样嘛 希望在产线当中可以有机器人大军 取代一下现在的劳动力哦 所以呢你他被买了之后呢 他把他过去的那个比较笨重的抑压式的一个机器人换了 他未来要换成纯电动的机器人 他最近真的已经做出了一个改良式的开发后了 你就发现那个电动式的机器人哇很厉害 关节可以这个跟人的关节一样 哇可以可以打拳那么厉害哦 然后呢也可以做到一些这个人类很困难做到的事情哦 所以呢你看到这是突破了过去的那种极限哦 那现在呢可以说这个百花齐放在发展机器人当中哦 好那当然呢还有机器人的应用就是在战场上 战场上你就说哦最近战场上恶物战场 大家都说那已经是一个新形态战争的一个开端 你看到无人机互相攻击各种无人的载具哦 在军事在战场当中的应用 那其实呢呃现在因为大家都在发展机器人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天赐良机打仗对不对 乌克兰一天到晚这个这个哭天喊地说他没有武器 你知道多少机器人新装公司都跟乌克兰政府合作 他跑去跟乌克兰政府自自我推荐说我的机器人 希望可以在战场上试试看 你可以让我在你的战场上试验看看吗 我们一起打败那个战斗民族好不好 那乌克兰当然就来者不拒啊是啊是啊就是啊都去啊 都去打普丁啊去啊 所以你就看到了这次在俄乌战场当中有非常多机器人的新创的一些想法 各种的无人载具都在战场上试试看 所以有人讲说未来啊经过这一次的一个战争之后 这些无人载具在军事上的运用 这些机器人在军事上的运用应该会突飞猛进 因为他们真的是上战场去实验的很特别的 那包括像是这个无人的坦克啊无人机啊无人载具上头搭载了什么样的一个武器啊 都在这次的战场当中看到很多了 但是回过头来呢大家也不禁要问说 嗯这到底有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啊 如果呢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上头搭载了AI他有人工智慧 你跟他输入说你看到什么样的人 你看到那个人大胡子他就是一个坏人你就把他给毙了 这会不会让这个机器人感觉有自主杀人的一个恐惧 哇听起来好可怕 但无论如何机器人呢我们看到这下一个战场 还是应该要稍微正面看待他 我们不要光想他被怎样恶意运用哦 呃机器人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现在呢全世界的少子化 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机器人来解决 未来加入了AI的机器人 哇那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非常厉害的哦 到底呢这个机器人这个下一个战场 未来在哪里 哪家公司呢可以脱颖而出呢 就让我们继续观察下去 这今天的内容希望你喜欢了 我们下回见拜拜